宋朝之时,有一位名为陈姿瑶的人,其擅长射箭,且自认为当事之中,如他这般水平高超者,在南寻觅第二人,一日他于自家园中射箭,有一脉由老汪放下担子,站立一旁,歪斜着头,饶有兴致地观看其射箭,陈姿瑶射出之箭,十中八九能射中靶子,老汪见状微微点头,陈姿瑶询问他,你是否也通晓射箭之道? 我的箭术是否堪称高明? 卖游翁答复道,并无其他特别技法,仅是手术而已,陈姿瑶闻言甚是恼怒,说道,你怎敢贬低我的本领? 卖游翁微微一笑,揭示道,我是从道游的经验中领悟出此道理的接着,卖游翁将一游葫芦放置余地,葫芦口位置漏斗,仅放置一枚铜钱,恰好遮盖住葫芦口中间的小孔, 而后,卖游翁缓缓地用勺子摇取游月倒入葫芦中,只见游宛如一条细线般自前孔流入葫芦,一勺油倒进,那枚铜钱却未沾上丝毫油痕,倒完油后,卖游翁直起身子,笑颜道,我这点记忆,实无甚了不起之处,无非就是手术罢了, 事实上,于股市中赚钱便是如此简易,即便你仅运用双敌买卖技巧,或是突破技巧,或是均线技巧,亦或是MART金差死差技巧,乃至价值投资技巧, 只要是能够盈利的技巧,配合钻研出契合自身性格的交易模式,再持之以恒地加以改进于总结, 那么你必定能在金融领域占据一席之地,金融市场的盈利模式众多,关键在于你需学会运用得心应手的交易模式, 反复实践,不断总结提升,而非今日听从这位朋友的建议去购买这个,明日又听从那位朋友的说法去操作那个, 我们的钱财属于自己,应对自己的财富负责,而非将钱财的命运交由他人掌控。